攤位上背對鏡頭的男子熟練的打開飯桶來添飯 接著轉過來成菜 而這一轉嚇壞了拍影片的人 因為他的臉完全沒有遮蔽 難道是解封不用戴口罩了嗎 看看男子站的位置是在店內 對照一旁的婦人戴著頭巾口罩和圍裙 男子是一身便服沒有任何的防護 被質疑是店家的小老闆 才能夠這樣大膽的提前解封 自己要顧好啊 顧好不才心裡好 不去啊 算不去啊 被直擊員工包便當沒戴口罩 這一間餵在嘉義市區的火雞肉飯 當地人並不陌生 除了口感暖嫩的火雞肉之外 雞蛋蒸湯還有口味清爽的小菜 是人氣商品 錯誤已經造成 然後不戴花承受 被民眾拍下未戴口罩的黑衣男 就是他年輕的裝型員工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移住 然後沒有確實的配戴口罩 然後在我路上面造成大家的 這個討論然後非常抱歉 剛要來上班 就是看到客人出來幫忙 就趕緊要幫忙 對 就沒有帶 店家解釋 當天張姓員工一到店裡發現外帶消費者多 趕著幫忙就忽略了最重要的口罩 但是這一望 除了造成民眾的觀感不佳之外 更抵觸了防疫規範 那如果我們查證屬實的話 會依傳染病防治法開法 防疫期間三級警戒 除了禁止內用 業者更得在營業時間之內全程戴上口罩 醫師想幫忙的年輕人 除了被告接下次別再犯之外 恐怕也得面臨最重一萬五的罰單 三天新聞 六國熊 朱宇榮嘉義報導 一來漏洞夜市有一間小吃店 前天晚上被人檢舉 說裡面有三名客人在內用違反規定 那警方到場呢 要開告發單 但是內用的客人就喊冤 說他們只是在等排骨湯 業者女兒呢 也替媽媽的喊冤 說媽媽年紀大了 搞不清楚防疫規定 希望警方罔開一面 但警方說 其實三個人用餐 這已經是事實 所以已請衛生局裁除 違規在店裡內用吃晚餐 被員警打個正招 想拍拍屁股走人 卻被留下抄資料 知道自己要被罰 原本說不好意思的消費者 卻突然變臉 我沒有內用啊 我沒有內用哦 你是你講的 不是我們講的哦 堅持沒有內用 還越說越生氣 口氣開始不耐煩 在店門口跟警察大小聲 繼續狡辯 坐在店裡買排骨湯 卻被當成內用要開罰 客人和小吃店業者 一人一張罰單跑不掉 不過老闆娘女兒知道後 趕緊出面喊冤 強調都有嚴格遵守 三級警戒規定 但偏偏那天顧店的事 不懂防疫規定的老媽媽 女兒還請警方望開一面 雖然消費者再三強調沒有違規內用 但坐在店內有圖有真相 就算女兒替老母親出面求情 恐怕效果有限 三內新聞黃國瑞 羅佩宇 一蘭採訪報導 還有老師帶頭違規 這是高雄有一個室內運動場 都還沒開放 但是有民眾檢舉 竟然有個老師帶兩個